苏炳天回母校师生白9.83欢迎 称若能跑将坚持下去 北京时间10月12日上午 亚洲飞人苏炳天回到了自己的母校中山体校 在接受采访时 他表示若能跑下去 他就会坚持去跑 而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 他在半决赛中跑出9秒83 在刷新亚洲记录的同时 成为首位跑进奥运会男子白米决赛的黄种人 目前还没有34 35岁的田径运动员在赛场上实现较大突破 美丽派的赛场上实现较大型 美与国志求许者一较大型